今天是周末 我是咱们正式的视频更新期 那么补充两个咱们周四的名利 这个朋友呢 会觉得耳朵里有异常的响动 与这种甘心的这种顺色 在里面没有完全堵死 有缝隙能够移动 它在头部晃动的时候 这个东西翻上了 和它在空火翻上接触 它会感觉到有这种声音的这种效果 这玩意儿 感觉跟普通的丁音炉炭一样 像是那种烘焙出来的 金黄色 中边还有点小的 脚边 取出来以后压了一下 发现好像 是一种碎的 不定性的一种控制 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总感觉不像是低音 不管是什么先清一点 您看看这个外观 是吧 也就是鸽头小 这个鸽头大方外的 直接能摆盘卖了 人的这个耳朵里真是神奇 什么样的品香的菜都有 刚才是一个瓦尔道的 这个呢 是一个中腕的 压力性一般来讲呢 是不能碰到中腕 接触到中腕 因为这个正常情况下 如果和瓦尔道 把中腕完全和外侧分解开了 但是有一些少数的特殊的病例 之前说过两次吧 这个上股市的单指流 把上股市外侧比突破以后 直接可以通过瓦尔道进行操作 有这样的病例 不太多很少 之前好像放过两个还是一个 记不太清了 可能应该是对应该是有两个 有一个是那种中腕手术以后 伤股市的一个手术以后 当时它是一个手术 把这个伤股市外侧比切开的 这个病例没有经过手术 它是自然的 这个单指流 因为对于这个骨骼是有破坏啊 好 用口汁一点点球 这个位置呢 已经超出了这个瓦尔道的范围啊 当时也只是想试一试看能清理多少 如果没有耳内性啊 这种病例拍一个CT 可能就要准备进行手术了 在下面定下把这个骨骼往周围拓开啊 但是 尔科有一个词叫自然根治 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有一部分单指流的病例 它单指流在生肿过程当中 把骨骼突破 然后直接掉出来 就相当于怎么说呢 自己把自己给解决了 我们就叫自然根治的 其他的大部分的病例 所以必须要通过手术的方式把它清理掉 手术要做骨骼的解开 而这种有一小部分 这种特殊的自然根治的病例 它自己就把骨骼给突破完了 然后自己就帮出来了 像这个病例虽然它自己没出来 但是它把这个上股市外色比的骨骼给浸尸完以后 显露到这个中耳里了 这样得以可以在耳内镜下直接操作 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耳内镜操作技术好的医生 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个上股市单指流 就没有这种骨骼破坏了 直接从耳内做 外观的损伤会比用血微镜做要稍微小一些 这边上方就是脑子 这个时候我给它拍了一个CT 当时由于这种从耳道进入的这种观察 实验范围是有限的 并不能够看到整个的中耳 这个时候我给它拍了一个中耳的CT 发现这人运气真是好 就通过这种方式就把他上股市和骨骼的所有的冰面都清理掉了 这个没办法 但是这个人有个问题是两侧都有 但内侧也是一个上股市和骨骼的单指流 但内侧就没有这么好 骨骼是好的 内侧如果要处理的话得多切开 单指流总是 那个中耳单指流啊 跟以前咱们看到的博尔道的单指流是不一样的 只看到这个上方这个大坑啊 骨骼在下面 骨骼在下面 这种并率有的是偶尔能碰到的 以前提了过这种怎么说的 粗分毛浸淹啊 没办法人家这自己账就能省两万多块钱 而且这种账法跟做完手术以后的外观很像啊 有一些病例我们第一次见到的时候 梦里看外观以为是一个手术以后的病例 但是一般病人实际上没做过任何手术 因为他单指流的这个破坏性就进行一个自我了断形式 下方是这个 这个人的这个 这次的挺骨全部被破坏掉了 处于骨骼正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